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接着讲一讲李克强死亡之谜 上一个视频基本上判断出来李克强是死于谋杀 死于非正常死亡 他不是一个正常的得了病死 他这个病也是一个假象 应该是运作出来的死亡 也就是一个谋杀 今天我们再从证据学的角度来推论 为什么他必须得死 就是说大家还记得这个画面吗 这个是去年差不多一年以前 二十大地幕会上胡锦涛被揪出去的时候 他拍了一下李克强的肩膀 把李克强的半条命给吓死了 李克强的后边紧挨着他的就是汪洋 汪洋也半条命给吓死了 因为汪洋跟李克强还不一样 汪洋的家族是做生意的 这个有大量的报道 南华早报还有境外的媒体报道 一直有报道 汪洋的女儿是多么的能干 多么会做生意 做多么大的生意 李克强的家人有做生意的传闻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暂切假定李克强是一个清廉的官 也就是他很自律 那么今天的主题就讲一讲李克强的腰带 这个新闻最近给挖出来了 一晃这个是四年之前了 这是2019年的一个照片 李克强在海南参观一个什么东西 被拍下来 有好事之徒聚焦他的腰带 一看这个腰带不得了 就这个腰带 这个腰带让我想起来我的腰带 就这个 我的腰带也就是这个样了 你看 我也没舍得扔他 你看就这个样了 我看了一下 这个腰带是个杂牌子 我用了好几十年 一直舍不得扔 我看了一下是台湾造的 我这个是打着台湾 大家看不出来 在这个边上 这就是有台湾的字眼 李克强那个可能是made in China 我这个平时还能用 虽然已经高度变形了 但是除去 这个相亲 不太能用 其他场合正常劳动 一般的上班都可以用 一般人也不会笑话我 我是个老百姓 我不代表国家 但是李克强这个腰带 大家看看 这个他不是说特意表演出来作秀 他也没想到会被拍下来 这个是吃花群众 网友拍下来之后 放出来了 而且关键是聚焦了 尤其是拿他和许家印的腰带 爱马仕腰带一比 那就是天上之别 跟赵岩赵大将军腰带一比 也是有天上之别 赵岩赵大将军腰带也是个名牌 据说也四千多个钱 日本的小丸子给他买的 听说是 说明什么 说明大概率 李克强总理是一个清廉的官 官很高 很大 很大的官 但是他很清廉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很多 特别有名的像海瑞罢官 他没钱 中国历史上这些 有很多做到宰相这个级别的官 非常清廉 清廉到什么地步呢 清廉到死了之后 棺材钱都没有 那还得靠这个老朋友给他 几点子买个棺材 真有这样的事啊 而且往往这些人都没有好下场 对啊 清官没有好下场啊 因为中国的这个政治啊 自古以来 一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习近平领导的 中国的这个官僚体制啊 这个腐败是他的主旋律 你在一个大的腐败的一个氛围里边 你一个人很清廉 你穿个破袜子啊 新三年旧三年 风风步步再三年 你弄一个破腰带 别人带都是爱马仕 我操你赵大将军都说爱马仕 人家许家印也是爱马仕你这个就不就显着一下把人家显出来了吗 对吧 所以说你这个清官是不可能有好下场的 所以现在也很好解释 李克强 为什么非死不可啊 非死不可就是 就说这个配合我昨天上一个视频讲到 李克强犯了一个大忌 这个大事的时候你要看三件事天时地利人和 这个上海这个地方对于 李克强那是太不利了 孔子讲 威邦不拘啊 李洪宽说威城不入 上海这座城是很危险的 对我来说是很危险的 这里边这当官的这些特务都他妈要 拿我的人头去到习近平那去领赏 他以为习近平 私下里发火拍桌子骂李克强的娘 要把李克强这个狗娘娘给他弄死 这些狗腿子 以为可以杀了李克强去到习近平那去领赏 去升官啊 这个在宫廷政治当中 在这个黑箱操作呢 这是经常发生的事 所以说这个李克强自己的智慧欠缺 他不知道地利是多么的重要 尤其是他事 涉及到你的性命的时候 危险的地方不要去 去安全的地方 去自己朋友多的地方 去自己有安全保障的地方 这是一个因素 这个他不懂 这就牵扯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他为什么要去上海 你们看看这些大外宣他讲不讲这个问题 你就直接问李克强为什么去的上海 为什么非去不可 有什么非去不可的 他一个退休老头 退休老头 你让我去参加一个活动 那就看我心情吧 我心情好我就去 心情不好 大爷不奉陪 大爷身体不好 大爷去也不拿工资 也不差你这个奖金 我去干什么 我就不去 我去的话要感觉到绝对的享受安全 我喜欢我才去 这就是一个退休大爷 应有的基本的人生的态度 所以说应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 李克强飞去上海的理由 除非 除非飞去不可 接受调查 这个江湖上一直有传闻 说李克强在辽宁的时候 那些他的那些秘书全部被抓起来了 注意啊 这次李克强这个辅文发布之后啊 他在合肥的家乡 那他的这个成长的地方 居住的地方 他的故居 安徽合肥的群众自发的放了大量的话 而且这个人潮不断 那微微壮观啊 就说明他在家乡人的心目当中 还是受尊敬的 人民都很尊敬他 是家乡人民的骄傲 这是第一 他的老家 那个定远县 也有 估计他 他的父亲 李克强的父亲应该当过 县长啊 或者地位书记啊 这这这种官啊 或者县里的 或者是地位的一个嗯呃 法院系统啊 公家法系统当过这方面的官啊 那么他住在那个定远县那个楼 一看就是嗯那个宿舍大院 那个地方那个县里边 也有群众自发的到那去聚集 到那去放花啊 有人还写了标语 还有人在那做演讲啊 这个超出我的想象 李克强曾经在河南当过省委书记 那他在那特倒霉碰上了一个 艾滋病啊 文蔡县啊 问上县还是蔡上县 反正啊 那个地方 有个艾滋病雪浆经济啊 啊 这个搞得他 这算他是一个污点吧 其实那个事也不一定是他批准 或者他主 他主张的 反正这个事你沾上了 你就这是一个污点啊 嗯 河南郑州的人民 也有自发上街给他送花圈的 送花的 那么他曾经在辽宁 也工作过 也当过啊 这个老领导啊 你们搜一下辽宁 李克强 你看看辽宁人民有给他送花的吗 没有 我没搜着 我搜到的都是2017年的报道 就是说这个李克强 当了总理之后 三次视察辽宁 那个标题就写着 就说 是什么让李总理放不下这块黑土地 不知道 反正辽宁那个地方 彻底废掉了 可能人民呢 人民可能也都 啊 人民就自己觉得是个loser 没这个心情给李克强 送这个花圈了 反正他在这干了 干又怎么样 不干又怎么样 辽宁还是这个基本样反正彻底垮掉了 这个废掉了这个地方 啊 如果全国人民都有辽宁人民的心态 那中国彻底完蛋了 就没戏了 就就等着做王国奴吧 早晚一族入侵就把中国又为统治了 诺尔哈赤什么 这种人又兴起了 如果是全国人民都像安徽人民那样 或者起码像河南人民那样 那还有点希望 说明啊 内心还不死 还是不服 还是要为正义 为良知 做点表示 那这就是今天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就说 那现在有些大卫啊 什么奶爸呀 什么他妈的什么散人呢 啊 什么 这些大卫吧 啊 这大卫 就一口咬定 嗯 中国人民变态 中国人民有他妈总理情节啊 非要借总理之死闹点事 告诉你这次闹不起来 一口咬定 问我领判怎么看 我说我能怎么看啊 他们胡说八道 我也不能够去驳斥人家啊 就说 李克强这次的死 能不能像胡耀邦之死 1989年 啊 激发人民上街 形成一个民主的运动 能不能 我不知道 因为为什么 太早 我摸不准中国人民的心脏 哈哈 我的我的 你得让我 把我的手 或者把我的耳朵放到人民的胸膛 亲耳听一听 我们的人民 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这就是1989年那个 绝食宣言当中啊 柴林读读那个绝食宣言吗 谁谁找出那个绝食宣言啊 1989年5月13号学生绝食宣言啊 柴林有一个读特别感人 就是摸一摸全国人民的良心还在不在 中国人民还有良心吗 还有良知吗 还有基本的善恶关键吗 还有是非关键吗 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民族就完蛋了 如果还有一点 咱们给他 这个 添油加醋也好 煽风点火也好 给他加把柴火 给他燃起来 把人民的希望再燃起来 那有可能形成运动 如果人民都他妈已经死心了 都变成了极端利己主义 那就没戏了 都像辽宁人民的话 中国人民就完蛋了 彻底完蛋了 绝对没有希望了 赶快偷渡吧 离开这个屌地方 那个地方完蛋了 那如果你看着 李总理的家乡人民的话 那还有救 还有救 河南人民也还有救 这么多人骂河南人民 河南人民怎么样 还有救 我看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 有没有人在提尖锐问题 Rs5 你的直播被有意放慢干扰 这是老问题了 我这一直播就被这些狗糙的内部的小粉红给我捣乱 这个鸟公司现在根本就不是他的创始人所讲的不做坏事啊 早他妈的腐败了 我今天讲的题目实际上是李克强不是一个可以腐蚀的贪官 就李克强是一个清官 当然了 历史上来讲 清官都没有好下场 所以他必须得死 李克强是一个清官 我欢迎大家来证委这个命题 李克强穿着一个破腰带 难道他是在作秀吗 欢迎大家提供铁证来证委 证明李总理是一个贪官 我相信习近平的狗腿子们都做过这个工作了 就是找不到证据 正是因为找不到证据 正是因为找不到李克强的贪腐的证据 那就必须得灭了他 如果能找到他的贪腐证据 那很好办 可以名正言顺 用大张旗鼓的公开调查你 审查你 移交司法 对吧 如果找不到李克强的贪腐证据 那这个人又经常像什么敦煌什么的 还跟群众招招手 群众就说他李总理好 这个不行 这怎么能控制住你 怎么能打掉你这个凝聚反习核心 注意啊 习近平最恨的就是形成一个 甭管是谁吧 汪洋也好 李克强也好 李源潮也好 胡锦涛也好 曾庆红也好 习近平最恨的就是把反习的这些政治力量 聚集在某个人的身上 这是习近平最忌讳的 这也就是那个推位图里讲的那个 有一士兵身上带着弓 他就恨这些人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李克强是一个清官 像海瑞那样的清官 实际上不仅海瑞啊 中华民国时期啊 北洋政府啊 有一些名气特别大的啊 就是袁世凯死了之后不是 他的这个北洋这些老将 轮番上阵吧 经常这个这个打谁打赢了 谁来当当当当那个总统 那里边很多人也是清官啊 你像吴佩福啊 吴佩福特别能战斗啊 也是很早就上了美国的这个时代周刊的封面啊 那很牛的 吴佩福 后来他不是啊 他不是晚年很惨吗 没钱 过苦日子 吴佩福是怎么死的 来的 好像有传言说是被日本人害死 他他就有一年冬天 他吃这个羊肉馅的饺子 过去吃羊肉馅的饺子 那个肉馅啊 要手工剁 里边有一块小小骨头 一个骨头茬子没剁碎 这个吴佩福吃他一口刺破牙花子了 这本来也不是个大毛病 但是他就看医生 碰巧看的是个日本医生 哎呀就活活那个 就是一个 一块羊肉的骨头刺破牙花子 导致的感染 居然要了他的命 他就这么死的 所以后来这个吴佩福之死 也是有各种疑团 说是日本人借机害死他 我倾向于不太相信 我觉得日本的医生 大概还做不出 就是在华北这个地方 一般来讲 一个医生 甭管是什么国家的医生 他也不能做这样 这是一个医生的 一个路门的一个门槛啊 必须得不能够用你的医术 来杀人来害人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国家的医学院 都不可能配养 用这样的方式配养医生 当然了 军方控制的那些特别实验室 像731那种实验室 那个是另当别论了 还有谁啊 段祺瑞 段祺瑞也很惨 段祺瑞也是个清官 他当总理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敢贪污 他也不贪污 他对这个钱没兴趣 晚年之后 后来由于这个26年是哪一年 这个是三月尔不是有一次 刘和真君 鲁迅先生写的那个纪念 刘和真君 学生到那个总理府门前去抗议 这个卫队开了枪 打死了好几十个学生 段祺瑞 心灵受得了刺激 所以后来他就不干了 不干之后也不当官了 就当和尚去了 天天念佛吃灾 后来他死了 他也没钱 很多民国那个时候 很多高级官员 他就是把自己的名声 看得如同自己的生命 真的是变成书呆子了 用今天咱们的北大的学生 这是书呆子 这他没有情商 这个你再怎么观察 怎么混 就是这样 但是不排除李克强这个人 因为他是高考七七级 七八级第一批 那个时候还比较朴实 比较纯粹 他可能真的就 按照中共书本上教的 这不贪污 自己的孩子就不做生意 他太太也有自己的工作 也是个好像是什么中文系的教授 是吧 他太太也是个学者 自己有一份工资赠 就是甘于过这个清贫地子 这个生活 甘于这个腰带 如果有点旧了 只要还没断 还能凑合着用 那就用了 就是这个 不是说我非得花两万块钱 买个新腰带穿着 我就好 就特别享受 没有 他这个兴奋点 人生的追求 不在这个地方 把这东西看得比较淡 这个是有铁证 这个咱不是空口瞎吹 说李克强这个人多么的清廉 多么的什么的 他不是 这是你 这个你摆在你眼前 这是真事 这个也不是他作秀 他也没想到有人拍下来 他也没想到拍下来之后 有人居然还聚焦 拿这个人来说事 我觉得这个暴露了李克强 可能他的钱 就是他自己挣工资 那点钱 他的工资 如果说非去上海不可的话 我相信 他舍不得住谢尔顿 你设想一下 他是个贪官 比如他的子女 挣了好几亿的钱 他这个钱不是个问题 他如果非去上海不可的话 如果我的话 如果钱不是个问题 如果我 那我肯定挑上海最好的外企 外国的旅馆 谢尔顿 喜来登 驾驶酒店 还有什么 这是外国的 我住外国的酒店 外国的管理 我也知道外国管理当中 也有中共的特务 但是毕竟是在外国的 那个酒店里面 我有一种安全感 李克强做不到 李克强没有这份奢侈 去住最高级的上海滩的 外国的一流服务的宾馆 结果他住的是宗教宾馆 宗教宾馆是官方的 是中共官方的 那里边肯定都是中共的特务 习近平的狗遍布宗教宾馆 什么东西都是现成的 他在那做死你的话 谋杀你最后肯定破不了案 那就是这是他的地盘 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这个就犯在哪里 就说李克强应该知道 上海是他的威城 是他的威邦 这个地方他不能去 这叫地利 有失地利 没有地利地方不能去 真去了之后 那儿的人 那人都不是你的人 没有人和 没有人和 人都是你的敌人 你去那干什么 所以这个死也是 说命中注定有点太宿命论了 太大意了 太大意了 你一个没钱的人 你去上海干什么 那么贵 你可能贪个便宜 可能按照你的待遇 你是国家级领导人 富国级 你可以可能是可以到东郊 宾馆 可能有个折扣 肯定折扣还比较大 所以你到那住着 到那住着 就不要你的小命 信旺爱说 如何评价美国新议长 会如何处理中美关系 这个议长 我还没研究他 这是个新人 这也是来自加州的一个 共和党的一个参议 众议员 这个人来自加州的众议员 都是反共的 男的 女的亲共 男的反共 女的也不都亲共 南希普罗斯也是来自加州 他是民主党 他也反共 反正 这个人是肯定是反共的 他的反共 跟那个凯威 麦卡斯也是差不多的 你放心好了 肯定是这样 大皇帝说 李克强不住外国酒店 不是因为没钱 这个我怀疑他 还可能舍不得花这个钱 你看他那个腰带 你看他那个穷三项 他那么高级的领导人 连个新腰带都舍不得换 你说说 你说说 他能够是那个 花钱大方的人吗 他肯定钱是不宽裕 大皇帝说 赵岩说 李克强洗钱两万亿 赵岩说话等于放屁 千万别信 秋拉说 有爆料传 李克强夫人说 李克强是被暗害的 他夫人敢说这个话吗 不要命了 如果他夫人说了这个话 那习近平肯定下命令 把他夫人也得弄死 我估计他夫人不敢说 你这习近平什么人啊 你以为习近平 你以为习近平是 可以让你妄议中央啊 这是这个李克强之死 将是中国的顶级机密 你敢泄灭 林月说 都说苍天有眼 我不信 共产党员是不相信 苍天有眼的 苍天有眼是我们中国 土生土长的 原汁原味的老祖宗的宗教信仰 或者说哲学学说 我们相信天人合一 我们乡下有一个天地人的概念 我们相信天下 我们相信天下的概念 有天命 这是我们老祖宗土生 土长的最古老的 中华民族的信仰之一 共产党不信 这玩意儿 恒伟说 现在汪洋是不是也很害怕 包括王岐山 还有团派的剩余势力 王岐山跟团派不是一回事啊 王岐山他现在非常乖 非常老实 你见王岐山有任何接见群众的事吧 没有 王岐山是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用同一个办法 被习近平给除掉的 王岐山被除掉 那是另外的事 和除掉团派不一样 汪洋跟李克强有的一比 应该说除掉汪洋相对容易的多 汪洋家族一定很容易找到贪腐证据 你只要有贪腐证据 那抓你就是探能取物一般嘛 你相当于是 只要你家人有做生意的 查你的账 查你的税 那你就是鸡笼子里的鸡 习近平想吃鸡 而随时抓了就可以吃嘛 这个很简单 怕的就是李克强这样子 他非常清廉 他很清廉 那你怎么整啊 你总不能愣说他贪污吧 所以只能用极端手段 这没办法啊 在中国这个黑暗 皇权专制社会政治里边 暗箱操作 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就是绝对集权 在这个官僚体系里边 你想做一个清官 太难了 太难了 像李克强这样就招致杀身之祸 王阳肯定是 我都担心 王阳这个小心脏也吃不消 最后精神崩溃都有可能 说不定哪天传出消息来 王阳已经疯了 吓风了 我昨天的视频 昨天那个视频 我认为有重大贡献 贡献在哪里呢 就是给大家捋了一下 过去110年期间 中国就中华民国 推翻了满清之后 建立中华民国 是怎么样陷入内战的 这个从刺杀 宋教人开始 中华民国就陷入内战 一直到今天内战 仍然没有结束 我们现在大陆 沦陷区 和中华民国的本部 台湾 台湾岛 台澎金马 还是处于战争状态 这个基本事实 大家知道吗 不说归不说 这个基本事实是真的 所以说我们回顾过去的110年的 中国历史 实际上是有三大战争 柔和在一起 三螺旋结构 最大的主线就是一直处于内战 内战兄弟残杀 自己杀自己人 这个内战到现在没有正式宣布结束 没有签署和平协议 这是第一条战争主线 第二条战争主线 就是日本 日本因素的介入 当然这中间有第一次世界大战 欧洲战场 扩展到东方 由于日本的介入 占领了青岛 占领了三东半岛 所以导致中华民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么后来又惹出了很多 那七八糟的是五四运动 共产党 苏联 共产国际的特务在中国传播 然后国共又分裂 国共又打 一直打到现在都没有宣布战争结束 这是一条线 那么后来又有太平洋战争的介入 那是因为日本炸了这个珍珠港 日本在占领中国期间 悍然发动了对美国的珍珠港的袭击 又把美国拉进了太平洋这个战区 等于是这个中华民族一直是在打仗 当然这个中间一直没有停顿的是苏联共产党分裂中国 在中华民国的国土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时不时打出来捍卫保卫苏联 这个口号 这是共产党的旗帜 所以说叙述过去110年中华民国创立以来 它的起点动乱 内战的起点就是 袁世凯下令调查宋教人黄兴孙中山的贪腐证据 有黑材料 把黑材料攥在手上 这样的话我才可以跟你搞议会斗争 结果呢 袁世凯的狗腿子在传命令的过程中偏了 狗腿子理解错了 出手过重 导致宋教人的死亡 这个一切灾难从此开始 今天习近平和李克强之死 我觉得也有一个可比性 有一个类似的关系 这个李克强之死的终极真相 能不能公布出来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公布 所以说这个谋杀真相 在人民的心中 你心中觉得李克强怎么死的 他就是怎么死的 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 这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一个困局呢 在信息革命 通讯革命 互联网如此发达 人人手机都可以看任何东西的时候 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事呢 这么简单的一个死亡事件 就不能搞清楚吧 不能 为什么 因为中国不是个民主社会 中国的最高级领导人习近平 他没有义务向人民展示真相 而他是一个专制皇权 还是一个黑箱作业 你别说涉及到李克强一个人的死亡 一个退休大爷的死亡 这个他保密 你就是死好几百万人的 武汉肺炎大流行 他不是同样不给你公布铁证吗 没有证据 我就这么说了 你爱信不信 信你就信 不信我也不搭理你 所以真相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真相 李克强到底怎么死的 我判断 我分析 应该是李克强受到了某种 胁迫 可能在接受调查 在调查他的贪腐证据 把他练蒙带骗 把他弄到了上海 可能在审讯期间 没处理好 导致他心脏病发作死亡 这是有可能 有可能就是气死的 吓死的 都有可能 至于说游泳池 你就爱信不信 上午11点就去游泳 这个完全不符合 咱们喜欢游泳的朋友都知道 谁会像我这个最喜欢游泳的人 我不记得我曾经在上午11点 我什么事都不干 我去游泳 我吃饱了 成的呀 我游泳都是在下午晚上 对吧 所以游泳的段子 你仅供参考 不一定是真相 具体真相是什么 不知道 但是从他这个破腰带 我们可以推测 李克强没有什么贪腐证据 你要想从贪腐 这个方面露门 你想抓李克强的贪腐证据 哪怕你威胁他 审讯他 你也一无所获 因为他确实是一个清官 他像海瑞一样 他两球清风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对付他呢 怎么控制住他呢 可能底下狗腿子出手过重 把李克强给吓死了 行 我今天想说的话呢 基本上都说出来了 就是想 让大家意识到 李克强很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清官 他没有贪腐 那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 对付清官不太好整 他就是大不了一死 所以他就死在你面前 我看有什么尖锐问题吗 我回答两个 大黄的 有人说李克强去上海去参加一个什么什么贸易贸易会 他一个退休老头参加什么贸易会啊 不会的 那个就是不靠谱 这是一说而已 那个可信度绝对没有咱们眼前看到的这个腰带 这是 注意这个腰带是大流行武汉肺炎之前的事 2019年的事啊 清官不好用 确实有这个问题 这个今天中国的这个官场 他这个大背景是贪腐 所有人都贪腐 你不贪腐的话 就好像你去一个相亲大会 都是相亲的 人都穿着漂不漂亮亮的 都穿着爱马仕的腰带啊 系着爱马仕的腰带 穿着名牌背着名包 你是一个农村大爷 穿着破破烂烂的 带着啊 这个李克强这样的烂腰带去 你这个不露流吧 没人搭理你 知道吧 这个清官是很讨厌 他老说一些不符合情商的话 有的时候就免不了妄议中央 老打习近平的脸 习近平通过国家机器宣传 向全世界宣布 向联合国宣布 我们已经脱贫了多少亿 我经常碰到一些外国的 美国的政客都说 表扬习近平 说你把中国多少亿人民脱了贫 我听了之后 我他们也觉得 美国这些政客也他妈傻逼 你不能光看共产党怎么说 结果卡拉吹一个李克强说 我那么六亿人 每个月挣也挣不到一千块钱 这是应该是他不可能乱说 他要乱说的话 这不就妄议中央呢 得抓起来 就说明他说的是真事 清官确实 时不时的会 说出一些真相来 克强指数 就是刺探中国经济真相的一个 一个方法 一个统计方法 克强指数和克强经济学是两个概念 行 咱们今天先聊的事 谢谢大家 绝得好 绝得好 点个赞 求拉说 真真死了心了 都没有人出来给他献个花圈 完了 东北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